中年女演员 谁最惊艳 前不久 消失了很久的蒋琴琴 突然出现在了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的舞台上 并且凭借着电影草木人间拿到了 最佳女主角 大奖 一出现就一鸣惊人 48岁的蒋琴琴似乎向所有人证明了 她才是影视圈内最牛的那个中年女演员 看得出 这姐姐像是压抑了很久似的 这次出席活动 穿着非常讲究 一身黑裙加身 高贵典雅 精致的妆容 根本看不出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再加上她老公陈建斌的贴身呵护 所以这姐姐当晚像是一位公主一样 成熟又有韵味 女神发而尽显 能在这样的隆重的电影盛典上拿奖 足以证明蒋琴琴的演技 依然耐打 她的努力 依然值得让人肯定 但如此惊艳的蒋琴琴 能称得上那于影视圈内的中年女演员的 天花板 妈 给出答案之前 皮蛋想再对比几位中年女演员 看看她们的表现 能否与48岁的蒋琴琴 一决高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近期赚得盆满钵满的喜剧人 贾玲 贾玲给人的印象是搞笑 胖乎乎的 语言又很幽默 一出口就能把人逗笑的那种女演员 这是她的强项 也是她征服观众的秘密武器 然而 人到中年的贾玲 也面临着中年女演员的转型 以至于她不得不搞点新噱头 以此来出奇制胜 而这个新噱头就是 疯狂减肥100斤 女性减肥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毕竟女人天生都爱美的 而贾玲恰好抓住了中年女性的内心需求 趁机在电影中塑造出一个很励志的人物 以此来成为大众女性的榜样 事实证明 贾玲是对的 也是很懂观众心的 她的热辣滚烫上映后 火速出圈 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票房 而且还让报售后的贾玲 一下子成了万众女性的偶像 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然而 赢了票房 却输了口碑 因为想赢 过度营销 结果导致口碑反噬 很多人开始对她反感 甚至还有网友称 再也不看贾玲 不出意外的话 这姐姐日后的影视作品 估计很难再像热辣滚烫一样 卖出个好价钱 她的表演 也很难成为中年女演员的天花板 其次就是靠着狂飙爆火的 大嫂 高叶 高叶一直都是圈内被低估的那类女演员 她这种类型的女演员有很多 实力绝对有 但能不能出圈 完全靠的就是运气 而高叶 就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一个 且没有之一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服气 实际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对比就知道了 周冬雨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她是三金影后 而且是圈内最早拿到这样成就的 90后女演员 但她的演技真的匹配上她的成就吗 皮蛋觉得不见得吧 之所以讲到周冬雨 是因为这姐姐当年和高叶 是同时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山楂树之恋 那时 周冬雨是主演 而高叶只是片中的一个小客串 但该片过后 周冬雨成了众人皆知的大明星 而高叶却在圈内消失不见了 此后的演艺生涯里 高叶尝尽了演员的所有苦头 丫鬟 性感花瓶 小三等角色 他几乎演了个遍 是金子总会发光 高叶最终还是熬过来了 在《理想之城》的中 他饰演的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欢 直到人到中年 出演《狂飙》中大嫂一角 高叶才算是彻底地走进了大众的视线 成为了万千观众的女神 然而大嫂过后 高叶虽然戏约不断 但他恐怕很难在演艺上达到大嫂的高度了 即便他被张艺谋导演看中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档》里出演了《第20条》 但他的表现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他饰演的吕玲玲 高冷干练 心怀正义 倒是很符合他的气质 但一部电影演下来 观众记住的却不是他 而是另一个中年女演员 赵丽颖 是的 就是赵丽颖 这位草根出身 靠着一腔热血 拿命死磕到底的 拼命三娘 皮蛋认为 他才称得上是那于中年女演员的 天花板 草根赵丽颖 有多惊艳 赵丽颖早期的作品 咱就不再一一谈论了 但说实话 那绝对称得上演技中的实力派 比经常拿他做对比的杨幂强多了 杨幂这姐姐 除了角柔造作 媚态十足 X大无脑 无时无刻不再扭屁股之外 她还真拿不出一两部像样的作品出来 但赵丽颖就不一样了 就拿刚刚出演的第20条来说吧 赵丽颖的表演 真的是太惊艳了 坦白来说 赵丽颖在该片中的戏份并不是很多 但戏份不多 并不代表着她的表演不够精彩 相反 她是该片中最亮眼的那一个 且没有之一 她在片中饰演的是一个悲情女人 戏份不多 排词也不多 但通过她的演绎 直接把该片提升了一个档次 说实话 张艺谋真应该庆幸让赵丽颖出演了该角色 如果换成其他人来演 估计很难演绎成这样的效果 片中的赵丽颖 自己被恶霸玷污不说 她的丈夫还被恶霸毒打 妥妥的一个苦命女人 但仅此这样 很明显这个人物还是不够苦的 所以这才有了赵丽颖的大胆建议 她在第一时间接到老某子的剧本后 就大胆建议称 想把郝秀平这个角色变成一个聋哑人 聋哑人 再加上她一家被恶霸的欺凌 如此这样才显得这个角色有多悲情 有多苦 老某子听后 高兴地直拍大腿 她认为赵丽颖的提议实在是太绝了 而事实证明 影片上映后 郝秀平也的确是观众最难以忘记的角色 所以在片中 赵丽颖几乎没有台词 全靠啊啊的口型和肢体动作来支撑 而这恰是考验一个女演员的功力所在 但赵丽颖最终还是接住了戏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她在片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龙牙女无声的控诉 这种无声的控诉 要比正常人歇斯底里的喊叫显得更加的震撼人心 不用说 这样的表演是很有难度的 尤其是她站在天台上的那场戏 蓬头垢面 声嘶力竭地哭泣 直接震撼到了屏幕外的所有观众 有观众甚至称 赵丽颖以这样的方式溢出来 根本就认不出这是她 可实际上观众越是认不出 越恰好说明赵丽颖的演技有多厉害 她在表演这段戏时 爆发力极强不说 更牛的是 她直接用这样一场戏把全片达到了戏的高潮 也成了全片的最大看点 该片上映后 赵丽颖的表演无疑是最成功的 张艺谋不仅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表扬她 而且也被央视点名表扬了 不得不说 赵丽颖的演技真是绝了 而此一过后 中年女演员中 赵丽颖无疑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即便是称她为中年女演员的天花板 皮蛋认为也不为过 皮蛋敢断定 赵丽颖还能在圈内红20年 观众的眼睛就是尺 谁好谁不好 最终还得靠观众的口碑 才能走得更远 而赵丽颖 似乎就做到了这一点 老毛子的电影上映后 赵丽颖在中年这个尴尬的年纪 无疑又成了中年女演员羡慕对象 就最近这几年 或者说就在当下 没有哪个女演员 能够在热度 资源以及口碑上 能与赵丽颖一决高下 或者说 这姐姐现在就是内于实力女演员的巅峰 就是天花板似的的人物 就在前不久 赵丽颖带着作品 盛装出席了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 一身2023年的秋冬高定服装 金色耀眼 闪亮夺目 再加上她妆容精致 大波浪卷发 无疑就是全场最靓丽的那一个 并且 走在人群里的赵丽颖 性感又成熟 典雅又高贵 女王范儿直接征服住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镜头拉近看 这姐姐颜值也高得离谱 几乎360度无死角 尤其是侧脸 看上去更加的迷人 如此光鲜亮丽 但她绝不是花瓶 而是带着实打实的作品来的 并且还是老毛子的电影 第20条 走红毯环节 老毛子站在台前 跟影迷和记者们打招呼 而赵丽颖远远地站在一旁望着她 因为她知道老毛子不同于凡人 这个时候是表现自己情伤的最佳时候 所以等到老毛子一下台 赵丽颖演技手快 带着微笑主动地跑到老毛子面前打招呼 两人有说有笑 画面超赞 由此可见 赵丽颖能从一个草耕混到今天这个江湖地位 绝不是仅仅靠的是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还有情伤以及人情事故 从冯小刚载到张艺谋 赵丽颖都能够在这些大导演面前应付自如 所以这次出席电影盛典 赵丽颖靠着自己的实力 还是拿到了大奖 阿弗新时代奖 非她莫属 绝对算得上实至名归 并且她还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女演员 事实证明 36岁的赵丽颖 已经打开了电影市场的大门 日后等待她的将会是一部又一部更精彩的好剧本 试问 这样的成就和表现 中年女演员中 还有谁能够达到她这样的高度 还有谁能做到她这样 提弹认为 恐怕还真的没有 至少目前还没有 草根出身的底层人 想要获得成功 做出一番事业来 靠的是什么 只有拼命的劲和不服输的精神 很明显 赵丽颖做到了 为了事业 她几乎没有停过 电影 电视剧 综艺 以及各种广告代言啥的 全都拿下 不出意外 相信在今后的大荧幕上 我们会更常见到赵丽颖的身影 皮蛋也敢断定 只要这姐姐保持好初心 不忘初衷 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 保养好自己的颜值和身材 这姐姐在火20年也不是问题 因为要知道 现在的影视圈 早已变天了 纵使一些人有资源有人脉 但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担当 也很难让观众为他们主演的电影买单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